这颗间列气球飞到美国蒙大拿州上空具有高度的指标意义 蒙大拿可是美国军事敏感重镇 又号称核世界末日的基地具有庞大的核发射井 内有150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可以发射核弹头 被称之为世界末日守护者 而附近其他的州也都有类似的空军基地形成美国的核子网 专家分析这颗间谍气球可能是120英尺长亥动力飞艇 内部装有监控的录影镜头以及雷达并且靠太阳能供电 而且可以进行秘密核子供给的一个关键的运载平台 而当它进行侦测时相较于人造卫星也有其优越性 可以近距离扫描 这颗间谍气球体积约有三辆巴士 飞行高度6万英尺比民航机还要高出许多 由于是借由改变高度来引导方向 因此容易发生所谓的误入 中方强调这是用于气象研究的无人飞艇误入美国 事实上全世界约有800个气象站 每天会规律地释放探空气球 会将高空不同高度的无雷气象数据 通过追踪雷达回到地面接收 记者综合报道